台湾本土研发的新冠中药在外国热销 而国家中药研究所在今天也公布了 临床资料的初步分析结果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才周西医核治 如果是口服清冠一号 可以减少这个轻度到中度住院病患 转入加入病 加护病房 或者是插管的比例高达80% 那么如果是口服清冠二号 对重度到极重度患者来说 更能够减少重症死亡率超过五成 有别于清冠一号药物 以抗病毒药还有免疫调控为主 清冠二号的处方少了五种药物 但是增加了支持身体功能的药 来改善确诊患者的呼吸循环 对抗清冠病毒 由我国开发的口服中药 清冠一号日前发现 对治疗β和Delta病医株效果更好 还进一步开发出清冠二号 现在又出现新变种病毒株 AY4.2是否同样也有对抗效果 Delta它的反应比原来武汉株的反应更好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不担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虽然传染力 扩展快的一个病毒 我们在用清冠一号 应该是也还是可以使用 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搬出临床资料 初步分析的结果显示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采中西医核治 如果口服清冠一号 可以减少轻度到中度住院患者 转入加护病房或插管的比例达到80% 如果是口服清冠二号 对重度到极重度患者来说 更能减少重症死亡率超过五成 有比喻清冠一号药物 过去主要以抗病毒药物 还有免疫调控药物为主 清冠二号的处方则是减少五种药物 反倒多增加了支持身体功能的药物 来改善确诊患者的呼吸循环 数据蛮不错 在动物上也有这个 这个基转上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它至少它是对于这个整个 循环改善上是有很好的作用 做了相当数量的一个治疗 效果很好 那但是是不是可以直接 这样来做一个比较 那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证据 一旦有更多数据 证实它有疗效 也渴望降低治疗成本 记者中不倒 国际间又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株 而且有国外的专家认为 传播力可能会更胜Delta变异株 这种新的变异株叫做AY4.2 是Delta变异株的45个亚系之一 全球已经有1.7万笔 染上了AY4.2病毒株的病例 其中在英国就占了1.6万笔 不过在亚洲 这个数目算是比较少见 国内专家就认为了 这个新的变异株是否会成为更厉害的大魔王 还要持续观察 AY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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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4.2新变种病毒株在全球各地现中 有专家分析它是Delta变异株的子系毒株 而且俄罗斯专家认为 它的传播力可能更胜Delta变异株 有可能会跟它这个传播力增加10%到15% 也许有一些关系 不过这都还是很初步的一个观察性的一个分析 根据世界各国统计 染上AY4.2病毒株的病例 全球有1万7千多笔资料 英国就占了1万6千笔 美国加拿大各6笔 亚洲地区孟加拉5笔 新加坡2笔 澳洲日本也各1笔 目前在亚洲算是比较少见 国内专家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认为 AY4.2这个Delta Plus 成为更厉害魔王的几率应该不大 看一株变种病毒 是否真正有意义的三个关键 包括是否传染力更高 会取代原本的病毒株 是否影响疫苗效力 重症比例会不会比较高 以上问题都不是马上就会有答案 台湾监测国外病毒株的同时 首要任务还是得赶紧提升疫苗覆盖率 施打疫苗之后的保护力 还不至于说会导致这个失效的情形 疫苗这个完整的接种 两剂之后 它的保护力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各国也纷纷考虑施打加强剂 因为接下来北半球将进入冬季 面对变种病毒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决纵报道 本土疫情平稳 但时序进入了秋冬 目前英国的疫情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也很担心国内会不会疫情再起呢 指挥中心就回应了 低温确实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关键还是要稳定住国内的疫情 另外面对年底可能会迎来年节返乡潮 那么这个防疫旅馆量到时候很可能会不足 目前指挥中心也不排除 到时候可能会放宽简易天数来阴影 时序进入秋冬天气冷嗖嗖 民众一早起床都好有感 不过随着温度降低 国内会不会疫情再起 指挥中心坦言确实会有风险 重点关键还是国内的疫情状况 天气变化是对于既有存在 如果既有一个传播链在的话 那可能就散播的更快 那台湾现在目前的疫情是稳定的 除了秋冬低温成为不稳定因素 现在国内也面临能不能解封 还有边境开放的关键时期 另外明年农历春节 也可能会涌现大量返台国人 指挥官陈时中也点出 到时候防疫旅馆量能可能会跟不上 我们现在大概有两万六千 两万六千间 大概一月多之后 这个防疫旅馆的话 量能事实上是跟不上来 现在台湾疫情平稳 预估春节时期国内旅游需求增加 扩充防疫旅馆量能可能性不高 因此指挥中心也在考虑 很可能会放宽 反台国人的检疫天数规定 我们当然尽量思考 各种在防疫可接受的前提下 能够有一些放宽的措施 详细细节 陈时中没有松口 只强调会议让国人 都能够放心反台作为大方向 面对秋冬到来 呼吁民众还是不能轻忽 保持防疫最高警戒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令人会心一笑的画面 网络上最近有一段影片疯传 这是一位两岁多的小妹妹 在家中玩 大力的抬起右脚 结果她脚上的拖鞋就飞出去 呈现抛物线就掉到了 阿公正在吃饭的汤里头 引发热烈的讨论 有网友就说 这个小妹妹怎么这么准呢 还说台湾足球指日可待 小妹妹幸知一来 大脚一踢 脚上的拖鞋抛物线飞出 说有多准就有多准 直接掉进汤锅里 哎呦喂啊 这命中红杏般的准度 却吓到阿公 捡起脱鞋看向孙女 一副你糟糕了 两岁多的女童 懵懵懂懂这准度 加上带点俏皮的猛感 网路上热烈讨论 网友笑凡直说好准 可以报名参加综艺节目 台湾足球项目指日可待 原po也看好女童 必须好好栽培 但也曝光女童下场 罚战收场 小公了得的是这名黄小妹 鞋子飞进汤锅里 阿公腾孙还帮忙护航 但案件太离奇 爸爸好奇掉监视器 看到这桥段也笑翻 觉得很好玩 就把他放在我们 自己的一个群组里面 还是要让他知道说 这样子不行 小妹妹董梯一旦脱鞋 掉进阿公用餐的汤里 还是遭到处罚 意外效果准度一流 潜力无穷 下回再练 别选在阿公吃饭时 记者黄夫奇台南报道 没关系